这位先生拿的可是一幅字画 老板好眼力 这是一幅李承的山水画 说句实话 每年都有好些人 拿着李承动员的字画 到我这儿来 结果怎么着 没一幅是真的 朱老板 这别人家的我不知道 但我们家的这幅 可是从祖上传下来的 到我手里啊 也有十二代了 祖传的 那能打开让我看看吗 你看啊 你们既然拿着画来了 那肯定是想把这幅画 变成献钱 好说 那总得让我瞧瞧吧 那啥 跟你以前看的里程的山水画 不太一样吧 不一样 行了 看都看了 如果二位方便的话 我们后院谈 来来来来 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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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等会儿我去跟他说 行 兄弟 擦枪呢 你之后咱俩都见过两回了 你咋还这么生疏呢 我又不是五天的交际花 不爱交朋友 没什么好说的 你等会儿 你先坐下 我跟你说两句话 你怎么跟你一个刺猬一样 句句扎人 不过也怪了 我还就喜欢你这狗脾气 不爱闲聊是吧 那我跟你说啥有用呢 你是不是 有一个爷爷 外号叫老脾气啊 之前 一直关在扬州监狱里呢 你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 你爷爷后来跟一堆人跑出来了 不信死在半路上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因为就是我带那帮人 跑出来的 你爷爷帮了我 本想一起出来的 可没成想 五十三 就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你 要不是因为你 我爷爷现在兴许活的 你干吗你 干吗你 你放开我 把他放了 没大 小娃子 放下 这是你爷爷的 他离死前 让我留下做纪念的 我想 还是留给你比较合适 好 朱老板 腾元太君 你可忙完了 你真的看清楚了 真的是里程的山水光 看着花的笔运 气势 还有落款 把酒不离食啊 太好了 你怎么不弄过来 我开价了 人家就是不卖呀 不卖 是不是你开价太低了 不低呀 这不是钱的事啊 人家说了 这幅画 是他们祖上传下的宝贝 不是急等的用钱 人家压根啊 就没打算去卖 所以呢 人家要为这幅画 找个好的买主 必须是动画的行家 对了 对了 人家说呀 要和买主当面交易 当面交易 是啊 你看这 腾元太君 我看啊 这样吧 也别费事了 查出这两个人是哪儿的 把他们抓起来 不 把花抢过来不就得了 不能这么干 如果这样做传出去 那以后 谁还跟我交易啊 这样 你通知他们 过两天 带着话来到我这里 好 好的 来 五十三 你这嘴角怎么了 没事没事 来 咱们说正经事要紧 是这样的 我想啊 如果是在鬼子的宪兵队里头 那就麻烦了 动刀动枪肯定不行 就算咱们得手了 也很难跑出来 要我说呀 咱干脆给他来一个 荆轲似琴 图穷比线 你笑什么 我笑 你们果然都很业语 冯靖轩 我说你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就闭嘴 杀人的法色有很多种 不一定非得动刀动枪 必如可以用毒 你们总算是来了 滕渊太军都等急了 请 站住 这是干什么 二位没来过皇军这里吗 这什么地方啊 朱老板 我们平头老百姓躲都来不及 怎么会来这呢 例行检查 这是规矩 这地方可不是一般人 能进进出出的 二位 配合一下 这个地什么 口红啊 口红 女人用的东西 二位 请 请 二位 我时间宝贵 咱们就掠取中国人股安交易时 那些套路和手段 如果你们拿的 真的是礼成的真迹的话 那恰个好说 不过我得重新鉴定一下 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 没问题 上一次朱老板 都没好好看 这回啊 让他好好看看 那好 那好 朱老板 请 你 哦 对了 二位 我收藏了不少非常不错的瓷器 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哪 哦 在哪儿啊 就在隔壁 好 那就看看腾原太君都收藏了什么好东西 好 走 来 你们看 这些是我好长一段时间才收藏来的西式珍宝啊 每一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嗯 好东西 看这杯 这件 这可是元带棍角的作品啊 哈哈哈哈 这些东西也太漂亮了 太精美了 哈哈 哈哈哈哈 这里边藏的是剧毒药水 到时候 你给腾原雄的茶里滴上那么一地 他喝完以后 我保证他当场毙命 不知道 你们对此起了解多少 不是 不是太了解 您得好好给介绍介绍 哦 哈哈哈哈 我瞒你们说 这些东西 我收藏来的 可是大费周垂 都是一些西式珍品二位 可以大饱眼福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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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mascot 目楼险 我已经来到这种探索 嗯 知道了 下来 是 二位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些心情要吗 要不今天先到这里 话你们先拿回去 改天 咱们再预 失陪了 回去 回去 请 刚才真是太可惜了 要是再给我五秒钟 我肯定能完成任务 你怎么了 没什么 赶紧回去吧 赶紧回去吧 富士尔雅 安心吧 今天来的事 不是来的 何况是永风尖 我们的手里 重要的物质付出的 做饮的事 赶紧回去 你明白了 我也能安心 请 你一直在找尤打仗 对 我失败了这傻子 如果他捕捉了 他一定会把他捕捉 我带了他们 哥 没事 早也居然既然答应了保护你 腾元雄就不敢动你 放心吧 没事 接他吧 把他捕捉了 撑开他 别 我能理解你此刻的心情 但是这个人 不能随便杀 为什么不得杀他 他在我眼里出生不如 我想杀就杀 之前是可以 但是现在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人 已经有了新的身份 和新的职务 好 先任免尤大中尉 特别搜捕大队队长 尤大中之前挥下所有人 为尤大中所惯 大日本皇军华主司令部 这是什么情况 自命的意思 有那么难理解吗 就是这个人 以后为我调解 没有啥也只能由我来杀 进来 开始吧 压力 在打不死他的前提下 什么时候还听 由你腾元军说了算 我希望这个 能平复腾元军心里的怒火 来 当时发生了什么 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 我大姐跟武营长两个人 犯险进了鬼子窝 出来还得受你冷落是吧 如果让我去 日本人兴许正给腾元军收尸呢 是吗 松开 来 黑道 你再说一遍 武营长 你别说话 行了 行了 松开 任务没成功 不是谁的责任 有本事窝里斗 应该想一下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坐下 二哥 这回来到现在怎么直发愣啊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事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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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们要干吗 邵先生呢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最后给我们一次机会 少先生 什么意思 别揣着你应该装糊涂 这话是假的 这话不是你给我们的吗 没错 我给你们的时候还是真的 可你们拿回来的时候 是假的 我刚才后腾验过 少先生 您是不是看错了 要不然 您再好好瞅瞅 看错了 我从小是看着这幅画长大的 别说是看了 我拿手一摸 都知道是真是假 肯定是你们中间有人掉了包 现在给我拿出来还不迟 否则的话 别想出这个家门 是吗 少先生 您想想 如果是我们中途掉了包 我们还能大大方方的这么回来吗 只有你们动过这话 不是你们还有谁啊 日本人 头鸢熊和朱老板 他们都摸过这话 对了 肯定是那个姓朱的 他在检查画的时候 中途掉了包 肯定是真迹 漂亮 真是太好了 朱老板 我得好好地谢谢你 这样 现在我任命你为 养州山会的会长 那就太谢谢藤原太军了 那往后还得靠藤原太军 多多关照了 为了庆祝我得了这么一件 礼成的真迹 我决定开办一个画展 把这幅礼成的真迹 和两幅黄胜的真迹 全部展示出来 到时候把扬州的收藏名价 全部给我捡过来 这 藤原太军 这光扮画展 那有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 您想啊到时候能来的都是有分量的古玩玩家 您不是有一批咱们已经准备好要出手的古玩吗 不如咱趁这个机会一起拍卖 你藤原太军下的帖子 没人敢不来呀 而且谁也不敢空着手回去呀 这不比我一件一件地去换钱 要来得快吗 很好 太好了 还使朱老板你会做生意呀 过去了 过去了 连我这精神使家 都心悦成福啊 少亲姑娘 少先生怎么样了 我爸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一直坐在屋里发呆 从来没看他这样过 少亲姑娘 能让我跟少先生聊会儿吗 他谁也不想见 还让我转告你们 明天一大早立刻离开 五分钟 我最多跟他聊五分钟 也许跟我聊完之后 他心情会好一点 你也不想见到 你们当中的任何人 少先生 如果是来道别的 就不必了 我这辈子 再也不想见到 你们当中的任何人 再也不想见到 少先生 我来 只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能换回我的话吗 如果不能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少先生 我们商量过了 您是为了民族大义 把会儿交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却给您弄丢了 这个责任 我们必须负 更何况 我们不能这么便宜了 唐渊雄那个网八蛋 怎么 你还能把话给我抢回来吗 对 您说得没错 我向您保证 我们一定帮你把会儿 抢回来 好 好 臭丫头 你能不能轻点 你故意的吧 这也够钱你想想要了 哥 你跟一个丫鬟致什么气呀 行了 你下去了 没个顺心的事 我听说 你在帐房吃了三十根金条 你干吗呀 你没听说吗 腾元雄过两天要在自己的别墅里 举办一场古玩拍卖会 到时候咱俩一起去 买它几钱 我又不好那口 买它干吗 挺老贵的 我们买的不是古玩 是平安 不是不是不是 你把话说清楚啊 你跟我现在刚被人打完 脑子可转不过来啊 腾元雄见利妄逸 你得罪了他 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表现表现 多花点钱让他高兴啊 我现在跟的是早野俊二 我还怕他不成 早野俊二不过是个过客 等他走了你怎么办 你迟早还是要落在腾元雄的手上 那三十根金条也太多了吧 你这丫头 你怎么比丫头还笨呢你 腾点好 让你长点心意好 长点记性 动筷子 快 吃菜 吃菜 少先生 实在对不住 没有保护好您的花 我没想到 这个腾元雄 既然这么老奸巨华 我们找了他的道了 不说了 这都是命 看来啊 我们家祖传的宝贝 就一定要毁在我的手里 少先生 就算我们欠你一份大人情 这份情 我们一定以后补偿 来 喝了这杯酒 咱们就此别过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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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老板刚才送来一张禽帖 什么禽帖 您看 我去 我去 你去 那边 你去 这边 你去 那边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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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深 来 喝酒 少先生 我看那送薰酒啊 还是别喝了 没准啊 我们要过几天再走了 六梅 吃饭了 六梅 你 我在练枪 洛梅 这东西啊 特别容易走火 千万不能乱来啊 这枪是谁给你的 这是冯静轩给我的 让我用来防身的 你的心情 我真的特别能理解你 但是 但是你千万别做出 什么傻事来 你的事我爸 已经跟我说过了 他也一直放在心上呢 只是这事 咱们不能操之过急 要从长记忆 从长记忆 多久 十年 二十年 洛梅 你别这么说呀 我爸答应你的事 就一定会兑现的 你也肚子饿了吧 我给你准备了点吃的 我不饿 有点困了 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说什么 孩子 有可能 就是咱们的腾讯员小毛子 这帮王八蛋 连孩子都不放过 其他的人呢 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据说那些二狗子到之前 他们先撤了 去哪儿了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可能是五三他们 带着部队去行动 去 派人 继续打听他们的下落 团长 你也不用太担心 五十三之前 那么多金蓝都过了 我想这次 也不会有什么大事 我不但担心他们的死活 我更担心的是 这五十三哪 天高皇帝远 没人管着他 又不知道 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赶快陪远 去找他们 之前呀 咱一直没有机会 接近童元雄 接近他那些宝贝 和少先生的画 这次老天爷给咱们创造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你的意思是 我们混入腾炎熊的画展去偷画 没错 腾炎熊这个老小子大张旗鼓 简直欺人太甚 再说了 少先生为了我们 连身家性命都搭上了 我们必须去 我同意 武队长的意见 那天我们的目标 不光要偷出少先生的话 而且 还要偷出 腾炎熊在中国搞到的古玩 都弄出来 多弄出一件是一件 说得都没错 可是你想过没有 那天他家里肯定是戒备森严 我去过他们家两次 他们家有个保险柜 外面招个大铁门 铁门上有个密码 这密码只有腾炎熊自己知道 门口有日本兵 二十四小时烧着 这就比较麻烦 只有腾炎熊知道密码 那我们总不能 让腾炎熊把门打开 然后我们走进去吧 这不现实啊 为什么不能 腾炎熊最担心的 就是那些文物出事 只要我们想出了什么法子 在这个保险柜里 放马火 逼着他把这些文物弄出来 放火 那个大门是锁着的 还有那么多日本兵手上 火怎么放啊 那天人那么多 万一放几火来伤击无辜 这也是个问题啊 未必是真的放火了 只要是弄出来点烟就行 这点我倒能办到 但前提必须是 有机会进入这间屋子 哪怕几分钟都行 我说各位 这个腾炎熊啊 每隔几天 会请清洁公司的人 到他们家 去给他的保险柜 做保养 做清洁 撒防潮剂 你们可以化妆成 清洁公司的人混进去 等会儿 少先 这个办法我 您说的清洁公司 您还记得 是哪家清洁公司吗 大方 没错 我看他们衣服上写着呢 要是这家清洁公司 那就太好了 这家公司啊 是一个日本人 开的保洁公司 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 在里边当公投 我要求他呀 就没问题 都商领好了吗 都商领好了吗 接下来 就看您这把火 烧得忘不忘了 你这是在干吗呀 你这是在干吗呀 自制简易的烟雾瓶 明天我保证 藤原雄家里面 狼烟遍地 这个是白桃 这个是什么呀 硝酸甲 别动 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就能制造出烟来吗 那当然 曾经我们在北平 杀过一个汉奸 用的就是这个法子 那天我们把街上 弄得全部都是烟 我们趁汉奸和手下 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 上去就是几刀 你懂得可真多呀 我之前在阴京大学 学的可是化学 这些东西 是个化学系的学生 都能做 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能跟你聊两句吗 坐 小心 枪会走火 你说找我什么事 明天你们行动的时候 会碰到藤原雄吧 也许吧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你说 明天行动的时候 帮我杀了藤原雄 替我爸妈报仇 这 这个 冯静萱你别忘了 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是谁收留了你 你别忘了 我们一家人的性命 被谁丢的 你更别忘了 你一直亲口跟我说 要替我爸妈报仇的 我没忘 若梅 我一直都没忘 行 明天就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 帮我杀了藤原雄 你放心 你不忘了 解疏 我一定替你爸妈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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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你怎么现在看我眼神 还杀技能懂的呀 咱俩现在都是一个战后的战友吧 如果你不说话 其实也没那么疼我 好 少先生 您可来了 藤原太隽说 这次便请扬州城 所有永宁号的赌玩玩家 如果您少先生不到 那就不算扬州城古玩行家的盛会 这局也就算算得不成功了 朱老板过奖了 这二位是 我的保镖随即市面上破太平 出门得小心哪 是吧 那是小西使得万年传嘛 这位兄弟看着怎么灭手啊 你当然灭手吧 你忘了 我带着他去过你的近古差啊 我说嘛 我听说要给我拍卖 有什么好东西啊 带我瞧瞧 这好东西多了 这藤原太隽的东西 那还有打眼的话 等着 这全都是 我听说 藤原太隽最近搞了一副软片子 还挺珍贵的 没错 李承的山水画 我瞧过东西啊都很对 等会儿啊 藤原太隽就会请出来 让大家观赏的 好 我一定好好开开眼 你先忙你的 我随便看看 好 好 请便 请便 走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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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的 好 来 大佐 来吧 今天怎么比平常晚了这么多时间 老总 路上车坏了 耽误点时间 你们 转个身体 转个身体 好 好了 快来 变开快要开始了 早点快去看 快去看 是 你们可以进去 mee 解答よね 對 走 站住 你的兄姐呢 我是少人光的女儿 我爸刚进去 我要进去找她 不行 不能进去 您这人怎么这样 我是少人光的女儿 我爸是少爺小姐 您是静谱斋的朱叔叔 你怎么好这儿来了 这不嘛 我爸想带我来看李承华 门口这位太军啊 就是不让我进 我带你进去 少先生 你看谁来了 爸 我一办完事就立刻过来了 在门口被几个日本人 给拦住了 多亏了这位朱叔叔 我才能进来 那还不赶快谢谢朱叔叔 谢谢朱叔叔 客气啥 都是老乡事 你们聊 你们聊啊 你忙 你来干什么 不要命了 回去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我来帮忙的 你能帮什么 你这能帮到吗 回家说 回家说 我回去再给你算账 少先生 现在不是教育孩子的时候 来的来了 回到 看着他点 好 我知道 知道知道 知道 藤原泰军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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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嘉宾和朋友 光临韩盛 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来 主要是有两件事情 第一 我收藏了三幅画 尤其是新晋收藏的里程的真品 第二呢 我还有一件非常不错的东西 请大家过来奸赏一下 我这个人呢 不想把非常好的东西 全部均为己有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 只是想开一个拍卖会 如果那位嘉宾和朋友 能看得上人的 请尽管开架 咱们 不要 随人 看来 我 走 打卡扫在那儿 地儿地上 来啊 晚上的桌儿 给我收拾完来 出去吧 走 走 走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这就是我最宝贵的三幅藏华 请魚排行 raits 小鸟 琳 琳 《河底》 琳 琳 琳 《青血思诚》 琳 琳 Mon 让黄兔来抱过这伤口 让硝烟快填满了喉咙 已经忘了翻越过的七座山头 只看见气质高松 让炮火点亮了瞳孔 让青春模糊了血浓与酒 最后一刀火线 是你我的终点 笑着说要当一次英雄 生死之间没有人能再回头 耳片回荡兄弟是眼睛握着手 你还笑着对我说 别忘了胜利之后的感动 生死之间人生机会难做英雄 多少弟兄这些一面却永久 那些承诺和心中 下一世重来我还在你总有 有约那样身份 有约3 5